痴恩恩被她的手掌摸得痒痒的 下意识地就想躲 后腰却是被她洞悉地牢牢地扣住 只能是认命地 任由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她摸了一会儿 痴恩恩忍不住地疑惑地看向她 丽北绝 我怎么觉得 你最近总是特别喜欢摸我的肚子呀 她这几天几乎都要摸她的肚子 以前她没这种习惯的 这几天突然就有了 才会让人格外地在意 我的肚子怎么了吗 痴恩恩隐隐地猜到了一种可能 但是又觉得不可能 尊贵的男人扮合着眼瞼 浓密的睫毛 遮住了她黑钥匙一般的毛子 顺便地把她眼睛里看到的情绪 也给遮挡在了里面 没怎么 就是想摸一下 不可能 痴恩恩一看她的表情就知道 她在说谎 你不可能莫名其妙地 就突然喜欢摸我的肚子 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 丽北绝把手抽了回来 格外淡定地看着她 没有原因 就是突然想到了 就想摸一下 如果非要说原因 她突然就拉长了语调 顿了一下 痴恩恩的心 也跟着紧张地漏跳了一排 什么 霸道的男人盯着她的脸 薄唇一碰 因为你是乌龟 所以想要谈一下乌龟的肚皮 看一下乌龟肚皮 是不是就像书上所说的那样 是软的 痴恩恩的太阳穴 狠狠地挑了两下 不停地在心里默念 老公是自己选的 自己选的 她才忍住了要揍她的冲动 你才是乌龟呢 你是 谁让你做事慢慢吞吞的 丽北决放开了她 从床上坐起来 拿起了放在一旁的睡袍 起床披在了身上 她刚刚睡醒 头发凌乱之中 带着慵懒的感觉 英气的五官贵气十足 全身透着王者之气 气场强大到了 好像连光运都能够听到她的指挥 照在她的身上的时候 格外地耀眼 再加上 她宽肩窄腰的好身材 一双大长腿 比替台上的男膜还要挺拔 银色的睡衣 松垮垮地套在她的身上 随便穿着 都会让她穿出了 与众不同的侵略气息 性感地 如同行走的荷尔蒙 任何一个女人 看到这一幕 都会忍不住地尖叫 丽北决随手从衣架上 把她的衣服也拿了下来 丢到她的旁边 起来吧 吃早饭的时间到了 哦 知恩恩从床上坐了起来 捡起旁边的衣服 刚要解开睡衣的扣子 就发现她还没有走开 又羞懒地 停下了动作望向她 丽北决被她看得 挑了一下眉头 又走到了床边 她俯身在她的唇上 吻了一下 又恶劣地 故意在她的唇上 咬了一下 才给她面子地 进入了浴室 我去洗个澡 嗯 好 她走进了卧室 专用配备的浴室里 咔嚓 关上了门 吃恩恩 这才继续 自己刚刚停下来的事业 换下睡衣 穿上自己的衣服 丽北决 丽北决给她丢过来的 是一套休闲宽松的T恤 以前她不喜欢她穿这种类型的衣服 一般她让她帮忙拿一下衣服 她都是从衣帽间里帮她翻裙子出来 这几天不一样了 每一次让她帮忙拿衣服 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她帮她拿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比较宽松的款式 甚至有一次她还拿了一条 之前她嘲笑过的 像是孕妇装的孕妇裙似的韩版裙子 那条裙子是她和金志轩逛街的时候买的 现在正流行那种风格呢 不过 丽北决直男的审美 对那种勾勒不出腰身的裙子 她一般统称为孕妇裙 吃恩恩的心里越发地狐疑了 可是又没有证据 她在镜子前面照了一下 没看出什么来 只能是带着疑惑拉开门出去了 妈咪咋咋咋 她刚刚出去 一个穿着兔子睡衣的可爱小家伙 就朝着她奔了过来 眼看着要撞进她的怀里了 突然酷帅的一张漂亮脸大的少年 突然出现在了身后 毫不留情地在身后 拎起了女孩后背的兔子耳朵 大清早的 在家里面跑什么跑呀 好好走路 女孩的帽子 被自己的哥哥给揪住了 动弹不得 顿时她就垮下了脸 张开双手 想吃恩恩告状 妈咪 哥哥坏 哥哥坏 欺负诺诺 你说什么 吃宝贝森冷的声音在她的身后响起 威胁性十足 告状的女儿立刻就嘟起粉嫩嫩的嘴 可怜兮兮的就屈服在了她的淫威之下 诺诺说 哥哥好 诺诺最喜欢哥哥了 我刚刚怎么听到的你说的不是这个 吃宝贝信她才怪呢 女儿扑闪着大眼睛 满脸纠结的想了想 又耐声耐气的解释道 哥哥听错了 诺诺说的是这个 哦 女儿苦哈哈的转过头去 白嫩如豆腐的脸上 挤出了一个谄媚的狗腿的笑容来 她抱住自己哥哥的一只胳膊 甜蜜蜜地夸奖 嘿嘿 哥哥最好了 吃宝贝被她抱着大腿 又郁闷又无奈地动了一下 放开 可是哥哥不相信诺诺 女孩儿奶生奶气地理直气壮 吃恩恩被两个兄妹的互动 痘得是扑齿笑开 伸出手对着萌萌大的女儿招了招手 诺诺过来 妈咪看看你脸上是不是长了一颗痘痘啊 她从刚才就开始注意到了 她白嫩的脸上就好像是被蚊子叮了一下 左脸上有一个红点 红点不大 但是因为她的年纪皮肤又白又嫩的 所以就格外的明显 刚刚还跟自己哥哥较劲的女儿立刻就撒开了手 要往吃恩恩的那边去 吃宝贝还是揪着她的兔耳朵 看着她的大眼睛低声地威胁道 好好走路 然后她才松开女儿的帽子 小女儿委屈地撅了一下嘴 大眼睛转动了一下 像是在想到了什么 没有再跟哥哥抗议了 这一次她稳稳地迈开了小短腿 没有再盲撞地冲过去了 而是她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持恩恩的面前 伸出手抱住蹲下来的持恩恩的肩膀 奶糊糊地撒娇 妈咪 诺诺好想好想好想妈咪哦 妈咪也想诺诺呀 今天晚上妈咪陪诺诺睡好不好啊 持恩恩摸了摸她的头顶 温柔地说 女儿瞬间就喜出望外 刚要答应 忽然余光就看到了 站在不远处的自己的哥哥 脑子一转 喜悦的表情顿时就换成了垂头丧气了 还是不要了 嗯 这小家伙不是最喜欢她陪着睡的吗 今天怎么拒绝她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